一封特别感谢信 律师对案件是否尽职尽责 当事人应该是最有资格评价这个律师工作态度的人 而我这个五年来接触过中 这几十位律师的当事人更有资格来说说 北京一贤律师事务所主任黄乐平律师和他的团队了 这封感谢信 其实早在2021年4月15日 我起诉刘满西侵犯江戈声明权案 在承阳去人民法院开完庭就想发表的 我想无论最终判决结果如何 我都发自内心的感谢黄乐平律师和他的团队 2016年爱你江戈被害第12天我在日本见了第一任律师 但是对方自始至终热衷炒作的态度令我屡次失望 当我看到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 说出杀害江戈的刀不确定是谁的时 我十分惊愕 最终决定更换律师 我在临近开庭前20天 紧急找到日本东京卧美板井律师事务所的大乔军平律师 虽然最终没能判处杀人犯陈世锋死刑 但大乔军平律师的工作态度和专业水平令我敬佩 在国内我遭遇过20万签订一年法律顾问 却不顾我强烈反对执意炒作的律师 遭遇过不许我在网上说话 嘴上说不炒作却要求联系新华社记者的律师 遭遇过收了钱不办事的律师 经历过诉讼的人都知道 普通人遭遇官司对法律法规茫然无知 律师对于当事人是多么的重要 或者说这个案子当事人给予律师多少期望 我就是在这样的状态下 期望律师能够帮我一把 但一次又一次的所托非人 让我从失望到了绝望的地步 走投无路之际 一位朋友向我推荐了 北京一贤律师事务所主任黄乐平律师 在和黄律师见面之前 我在网上查了他的事迹 他十多年如一日的免费帮助农民工维权 又参与过立法 撰写过多部专业著作 他的人品与专业让我踏实了许多 在距离诉讼时效到期不足一个月时 我与黄律师见了面 他在了解案情及我的遭遇以后 对我非常同情 决定接受委托 虽然江戈被害的案卷 我看过无数遍 我依然不能从中找出用于法庭诉讼的重点 黄律师团队接受委托后 对于诉讼结果 我没有对黄律师团队提任何要求 只说了我与前任律师牵合同时的诉求 要赔偿不要补偿 两星期后 黄律师团队完成立案 接下来 黄律师团队夜以即日的研究日文安全 而他们也不懂日文 他们自费找了懂日文还要懂法律的人帮助 从原始案件中筛险在国内 可以诉讼流暖息使用的材料 这些工作并不在原来的委托事项中 而如此庞大的工作 他们并没有收取我的费用 他们还一遍一遍不厌其烦的向我解释 每一个法律条款的意思 每一个证据使用的目的 虽然我不是全部能够听懂 而且很多专业点我听过之后很快就忘记了 他们还是会给我解释清楚 让我明白为什么选择这些 为什么这么做 这样的律师是我接触那么多律师没有遇到过的 慢慢的我对黄律师团队由安心委托 到充满信任 最后完全信赖他们 为了减少他们的工作量 后期关于证据的事我干脆不再过问 并把大乔律师的联系方式交给他们 让他们直接与大乔律师沟通证据材料取得事宜 在日本的公正事宜以及领事馆认证事宜等工作 但他们工作的每一步都会及时和我沟通 黄律师他们为了还原案件事实真相 连续加了三个月的班 不仅从三千多页证据中找出严密的证据列 还拜托在日本的朋友 多次走江戈被害前走过的路线从地铁站回家到 江戈受害地点的路线并做了多次模拟测试 精准确认日本警方在案件中提到的每一个地点及时间 力求准确还原现场 要求关键距离精确到厘米 关键时间精确到秒 最终根据现场确认的时间 空间与路线结合司法确认的证据 为基础制作了还原事实的关键视频 2020年4月8日 我接到法院传票 定于6月30日开庭审理 江戈被害 引起国内外网友的高度关注 刘暖熙在江戈被害事件中 到底身负什么法律责任 更是众多网友和媒体关心的问题 期间一定会有大量的媒体采访 我担心自己对法律常识掌握不够回答不好 请求黄乐平律师出面带我接受媒体采访 直到这时 黄乐平律师是我的代理律师一事才被公众所知 从此 网络暴力对我的伤害延伸到黄乐平律师身上 辱骂 其外号 诽谤 恶意投诉等等行为严重干扰黄乐平律师的生活和工作 这些人扬言只要黄乐平律师放弃代理我的案件 就停止对他的一切攻击和恶意投诉 但黄律师不畏邪恶 依然全力以赴 仅代理词就修改了歼20岗 写了两万多字 黄律师因为帮助我而受到伤害让我深感愧疚 但黄律师对我没有半句怨言 反而是不断地宽慰我 正是因为遇见了黄律师这样的好律师 我的案子才绝处逢生 在青岛市承阳区法院赢得了最终的判决 赔偿金额并不重要 关键是用法律还原了我江戈被害的真相 此时此刻 我实在无法用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 我为黄律师和他的团队 特意定制了一面锦旗雪中送炭真君子 匡扶正义好律师 今日亲自赴金为黄律师敬上 如果不是黄律师挺身而出 尽心尽力帮助我母女讨公道 我的人生早就无望了 我真心希望社会多一些黄乐平这样的好律师 让受害者感受到社会的温暖 让无助者感受到生活的希望 在此真诚地感谢北京一贤律师事务所主任 黄乐平律师和他的团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